租房子的时候最重要的首先是从哪能找到租房的信息 你是可以不通过这个房屋中介的 这样的话真的会很大概率上加大你被考虑的概率 哈喽大家好我是对对 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海外租房的经验 我是来新西兰之后大概有两年半三年的时间住在皇后镇 皇后镇是一个以租房难著名的地区 因为皇后镇是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旅游景点 然后那边有非常多的人想留下来工作 那边就经常流传一句话就是在皇后镇租房比找工作要难 而且皇后镇的房东会给你一个真的interview 就比可能比job interview还要困难 我之前有个室友他去看房子 然后结果看房子的人跟他说 他要和200个人竞争那个房间就非常的可怕 用我在皇后镇的一些租房的经验 应该可以帮到绝大多数想在海外租房的人 有很多可能你不需要踩的雷 且可以帮助你加大能够租到好房间的概率 这个视频比较适用于如果你是想要和别人一起合租房间的情况 如果你自己要租一整套公寓的话 那可能是另外的一个k 所以当你要准备租房子的时候 最重要的首先是从哪能找到租房的信息 然后以新西兰举例 新西兰我个人觉得最靠谱的渠道是Facebook 在Facebook上用你要去的这个地区的名字和关键词 比如说Rent Rental or House Property 就用这些关键词你会很容易的搜出来一些群组 然后你申请加入到这个群组里就会看到很多发布出来的房间 这个我觉得是最靠谱的一个方法 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在新西兰的话 用一个网站叫做TreatMe TreatMe这个网站呢你去它有一个分类叫做Property 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房子 然后这两个方法我觉得最好 最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你通常情况下会直接和owner 这个房子的房东或者是这个Head Tenants 就是怎么说呢二房东吧 就是直接打交道 就是你是可以不通过这个房屋中介的 然后所以一个是你不需要交这个中介费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因为我觉得会轻松很多 我自己从来没有用过房屋中介来租房子 然后我的朋友反正如果是通过房屋中介租的 一般都不会有太正面的评价 因为它可能会比如说每三个月会来检查房间 你需要做大扫除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非常细节的规定 你的花园啊除草啊就是等等吧 它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严格的不近人情 所以我自己更prefer和这个房东或者二房东直接打交道 然后你当你找到了一个房子之后呢 然后你需要先发一封通常是一个邮件 或者是一个站内信来向它说明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并且你想要去安排一个让它安排一个参观 那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你稍微 就因为对从我自己也有po房子出去过 然后我自己的反馈是真的很多人很不用心的写这个这个短信 那可能仅仅因为这个短信它没有得到一个看房的机会 它就失去这个机会了 所以你不需要写很多东西 但是很多很多人就只会发一个 哦你的房子现在还available嘛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没有营养和价值的对于我来说的一个站内信 那所以如果只有一个人给我回复我可能会回他 但是如果可能有二十个人三十个人给我发发信息 那我很可能不会回他 因为你没有给我任何的信息让我对你感兴趣让你来参观对吧 所以当你在准备这个站内信的时候 然后我我会觉得你希望我就是你应该会包括你有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大概多少岁 然后我觉得也会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说我在哪工作 这样的话它会对你整个人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然后你可以说我现在然后的话我觉得需要包括进去的信息 就是你希望什么日期可以搬进去 看看这个日期到底和它是不是这个匹配的 不然就是浪费双方的时间嘛 然后这样的话你用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说清楚你想要搬入的时间之后 然后你可以问问他到底什么时间适合来参观 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你会很大概率的提高 他回复你的概率他也可能回复你 他不喜欢你他就回复不好 但其实这样都是节省双方的时间 因为你也不会如果他不喜欢你 你也不可能去搬去跟他一起住对吧 所以站内信是第一步 然后如果你敲定了一个看房的日期的话 那接下来你还要做几下的几点准备 首先的话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也是一个很普遍的常识 就是一定要很有礼貌 然后并且呢我觉得就是要穿的稍微干净一点 就你不需要打扮什么样子 平时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但是穿一个干净一点的衣服过去 然后在你去这个看房之前 你可能需要想一想他会问你什么问题 尤其是当你很想要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是以我举例吧 当时我们住在Kunstown的时候 真的是一房难起 一个很严格的interview 所以当这种竞争很激烈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你真的就是应该要想一想 他会问你什么问题 稍微准备一下你的答案 并且呢我觉得你也应该准备一些 你想要问他的问题 我们先来说 他会问你什么问题吧 就通常情况下房东都会问你的工作 他希望知道你在做什么 然后并且呢他通过你的工作 他可以知道你的shift 就是你工作时间是什么样 然后因为有一些的房子呢 他是比较希望你们工作时间相接近 然后这样你们业余的时间 可以在一起 可以喝喝酒啊 可以看看电视啊 它是一个比较社交型的房子 有的人呢就希望你们的shift错开 这样的话 你们平时谁都不会见到谁 这个是根据不同的房子 会有些不一样 另外通过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旁敲侧机的 他会了解你 因为你是不是不工作 因为有些人是self employee 或者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 就那说明你会花很多时间在家里 有些人可能会比较介意这一点 跟你这个聊天过程中稍微了解一下 你的性格 看看你们到底相处的来相处不来 这样看看你是不是可以按时打扫卫生 然后保持这个公共环境清洁 以及你是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除了准备一些他会问你的问题之外呢 我觉得你也应该想一下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不管这个房间再popular 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对吧 就是你也要选择你会愿意跟谁住在一起 不然的话就算你真是把自己完全的包装成了他们想要的那样 但是你自己又其实你又不是并不是很喜欢这群人 那到时候你还是要选择搬家 还是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也自己要准备一些问题 然后第一个我觉得你需要了解一下 就是他们的这个水电网费是怎么结算的 因为有一些的房租呢是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我突然想不起来该怎么翻译这个词了 但是有一些的房租呢是包括了这个 这个 BIOS该怎么翻译呢 有一些的房租是包括了这个BIOS的 有的是不包括的 所以你们要需要几个室友之间来分摊 所以你在搬入之前一定要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分摊的 是按照你用多少分摊还是平均分配 大概一个月或者一周的这个BIOS的费用是多少 这样就省着你搬进来 然后突然发现原来其实和房租差的很多 以前有租过一个房间是350纽币 只是房租的钱 然后我们的这个BIOS是和其他的几个室友来分的 然后大概这个是每个月结算一次 平均算啊 因为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公寓就是可能就比较耗电 比较耗能源 大概算下来一周的BIOS要七八十块钱两个人啊 然后所以呢我们的房租就变成了350纽币加上七八十纽币的这个BIOS 一周大概要交四百二四百三十块钱左右的这个类似于房租吧 所以这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 所以一定要了解一下大概的费用是多少 另外的话我个人觉得特别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问一下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都是谁 他们都是怎么样的 我一般我比较喜欢问where they're from 我比较喜欢问他们是从哪来的 有个大概的印象 我有时候会问问大概他们多大 跟我是不是差不多大 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社交的人 所以我希望这个房子是一个稍微比较热闹一点的房子 就不是大家一回家就关上自己的房门自己呆着 我希望了解一下我的室友都是一些什么人 当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有一个就算他没有很好的回答你 你自己也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比如说就发生过一次 就我去我去看一个房间 这个房子有三个房间 有其中的一个房间的一对家人来带我看的这个房子 我就问了他一句 我说你们那个另外一个房间的人是从哪来的呀 然后他们俩就真的是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就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 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所以对于我来说呢 我可能顿时就丧失了租这个房间的兴趣 因为他们已经在一起租半年的时间了 他们居然不知道另外一对房间的人叫什么名字 连从哪来都不知道 那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互动 一回到家就进房间的这样 所以那可能并不是很适合我 我并不是说这有什么问题 但是不是很适合我 包括可以问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是怎么样的 因为比如说如果你的工作是晚上八点钟下班 然后但是你的室友是凌晨一两点钟下班 那可能就会牵扯到他回家做饭的时候 会把你吵醒这样的问题 看你自己介不介意 但是你自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估量 有车的话你可能需要问一下停车怎么样比较方便 因为有可能比如说这个房子里住的人比较多 那车位已经没有给你的了 你看到就是房子前有很多车位 但是可能你并不能停在那 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事先说清楚比较好 好大概我总结出来的一些租房的经验就是这些 然后有一条我觉得最最最最重要的 我放到最后一个说 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房子的话 一定不要害羞 就一定要说出来 你要一定要跟他说 我非常喜欢这个房子 然后你要说这戳出来这句话才能让人家知道 OK我不管是把你放到waiting list上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对你说yes的话 你会很愿意搬进来 他会真的会加大很多他考虑你的因素 因为如果你表现出来没有什么兴趣 可能人家也会觉得你可能并不愿意搬进来 那我可能就少考虑你一点对吧 一般在看房结束 如果我真的喜欢这个房间的话 回去之后过一两个小时 或者是晚上 我一定会给就是带我看房的人发一个短信 然后我跟他说 我非常感谢你带我参观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房间 我非常希望move in 然后我会给他一个我希望move in的时间 这样的话真的会很大概率上加大 你被考虑的概率 当然了如果你所有的这些都做到了 人家还不想要你 那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没有缘分 那也没有必要强求 你就算搬进去了 可能你也不会太开心 所以就让自己整理好心态 再去看下一间房子 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 希望大家在异国的生活都能够更顺利一些 我也希望关注我的这个账号 因为现在每周会发布一个小视频 和大家分享一些在国外的生活 然后以及我比较关注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